過大禮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男家過大禮給女家 準備修禮 過大禮最重要是給禮金 整個禮金盒有名堂 叫做百年好盒 最重要的是給禮金 我們叫做拼金 女家要收拼金 還有一個叫包羅萬有金 如果沒有實物 我們用利是代替 可以一封閣 就叫做包羅萬有 一定不會有遺漏 如果更想隆重 還會有金器 金器譬如我們給四色金 包括金牙、金頸鏈、金手鏈、金耳環 我們用金器去 就更加表示隆重的拼禮 禮金方面當然封劍尤人 最重要是雙數 最好有八字 包羅萬有金 就視乎你的實物多 如果你都很齊全 包羅萬有金可以少些 但如果你大部份是用利是代替實物 包羅萬有金就要多些 可以幾千到幾萬元都可以 但最重要是雙數 還有禮書 禮書是講禮物的清單 你將所有送給雷家的禮品 列在這個清單裡 每樣都有意頭 譬如我們說椰子 就代表有爺有子 很多時候我們說雷家要派餅 所以派嫁女餅 餅最重要是龍鳳餅 龍鳳情腸 這個餅是龍鳳上頭時用的 當然還有一些珍貴的海味 因為以前海味也是一種貢品 元貝 表示取元貝 海參 代表新唐哥 情比海參 冬菇 東城西洲 花膠 表示花開故貴 魚膠刺出 鮑魚的意思是包有盈魚 這個全部都是好意頭的 茶禮茶禮 心泡茶禮 所以很重要 另外還有酒 我們說飲得杯 今年請喜酒 明年可以請門月酒 還有對戀 對戀 我們貼在大門 這個就表示 歡迎喜臣財神貴人 進來你的家 看著你假裝喜事 這一袋 我們整個喜袋 我們有這個 就是叫做 上頭的用品 最重要就是 這把子酸邪 白子千酸 還有龍鳳竹 點起龍鳳竹 代表生火生存 上頭時用的 生了很多個都可以 我們有八個慈菇 代表黃丁招財 對新人就是 早生季子 這個就是過大禮的寶盒 裡面有扁柏 代表長長久久 還有十經果 代表十存十味 還有就是檳郎 代表嫁得又情郎 紅藍同類 幼兒幼女 一個好字 紅頭繩 赤成雙軒 相伴一生一世到老 金玻璃 開朱散葉 好雲來 南家還要給果腩女家 生果代表生生萬萬開花結果 我們最好選擇有果字 例如蘋果、火龍果、紅當當 最好 多子也好 例如石榴 就是多子 還有三生 三生就是雞、魚、豬 各有意思 雞代表金雞報喜 魚就是魚魚得水 豬代表生養 將來豬濃入水 南家過元禮給女家 女家要即時回禮 禮金通常是回部分 最重要是好耳頭 有八字味更加好 而鮑螺萬有金 就一定要回一半 首先就是蓮藕 蓮藕代表佳藕天成 留意蓮藕 一定要又頭又味 飆了筍就好 筍就是牙 表示這個筍 石榴多子 八字千酸 扁柏長青 柚葉旺窄俱斜 還有就是大吉 大吉大利 另外還有 薑葉和芋頭葉 薑代表添丁薑 芋頭葉發財糊 插在哪裏 插在紫酸桶 很多人覺得那個是譚冠 其實不是譚冠 紫酸桶 白紫千酸 超級旺丁 還有就是盆 盆 盆代表盆滿撥滿 還有就是賀維筋 賀維筋 賀維筋是敬茶的時候用的 不過過大禮的時候要給定 筷子 女家要給兩對筷子男家 代表快快生紙 乘雙乘對 大茶 即是高點 包括有大發 代表大發突發 紅包 紅運當頭 尖堆 尖堆 金銀滿屋 鬆膏 表示 荷包不會緊鬆鬆鬆 女家還要準備女婿衣料 包括五樣寶物 長褲 長命富貴 鞋 鞋 白手 蜜 甜蜜蜜 皮帶 腰前蠻罐 還有銀包 欠定發財 全部送給女婿 如果沒有時間可以用一封 女婿衣料金代替上述的五樣寶物 接著要回藍家給女家的禮品 譬如椰子海味酒 通常會收一半回一半 一般來說 過大禮的禮品 我們不要太快去扔 結婚後才可以扔 但有些我們可以吃 譬如水果 大茶糕點 那些就可以吃 過大禮一定要先過派貼 因為女家要收到南街的餅 或者餅卡 想去派貼 還有說到餅 嫁女餅 只是給女家的親友吃 新娘自己是不可以吃的 因為如果吃 吃了自己的福氣